他還去接那個英國品牌 品牌大代理 哪一個 跟他的新的王菲有關的新皇 所以這個代量這個地方 稍微留下 鴨匯可以去做注意 那重要的是 乳虹的外資持股 已經高達27%了 量多拉回 例如說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量比較小的時候 你就掛 鴨匯然後把它彈 等到了等到盤一段時間 營收出來它就會往上扣 就是說它的營收 我們在看 它的營收是逐月的成長 下週如果有機會代量突破 這個糕點相對上面來講 是有機會可以過去的 如果說破例跟營收 能持續出來的話 那個高可能就不會是高點 請鎖定富裕向前衝 一起來當大富翁